对,然后现在桌子上面这个的话呢,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已经可以销售的一个助听器,那你会看见其实它的外观的话呢,就长得非常可爱,然后它也像一个普通的蓝牙耳机,那打开里面的话呢,就是有一对的助听器也是分左右的,然后在电量方面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这里看见,就是我们的用户以后就不用再去换电池了,如果说他们的助听器没电了以后呢,也可以直接放进去,就是这样拿上放进去,然后在后面这里充电。 来自香港的湘晓婷,现在是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致力于为听障人士提供一个智能会谱助听解决方案,今年在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家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了广东省基金奖。 湘晓婷告诉记者,作为一个香港普通家庭的小孩,她最初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大学文凭,可以在香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而,2014年,从小在香港长大的湘晓婷,毅然离开生活19年的城市,截然一身踏上了广州求学之路,也让她对人生有了新的想法。 是因为我本身是广告系,然后我们有一次的课堂作业,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蛮有趣的影片吧,然后就被我的同学去邀请我,他问我你要不要可能毕业了以后留在这边做一点好玩的事情,或者说先别那么快回香港。 为了觉得填充自己的时间,而且觉得好玩,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创业,结果就一去没有回头。 创业四年后,积累了一定的项目运营经验。 2021年,湘晓婷决定重新出发,怀着忐忑和期待的心,将目光投向了广州南沙这片热土。 2021年在此成立科技公司,致力为听障人士提供惠谱型智能助听器,开始了真会听智能耳伴的新项目。 可是在研发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其实也遇到蛮多困难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只有我们几个人嘛,那个时候听障的那个合伙人还没加入,所以只有我,还有技术的小哥,还有其他我们团队小伙伴研发出来的那个版本的话,其实已经迭代了两个版本。 然后那个时候是研发出来以后,把这个产品给到我们的听障伙伴去试用的时候呢,虽然他们反馈还是挺好的,可是还没有达到他们心目中想要的那个版本。 如今,经历过一版又一版的迭代,一个又一个的创业比赛磨练,现在,湘晓婷和她团队研发的产品也已经经过最后内测的环节,可以正式投入市场。 就是现在这个版本,给当我们团队里面听障小伙伴去用的时候,她讲的,就是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她听见鼠标的那个滴滴声,还有水流流下来的那个很清澈的声音。 就是这些那么平常,那么普通的声音,原来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就这个是我很震惊的一个事情。 然后她还说了一句话,然后让我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她说我们成功了。 就是她的成功不是说我们成功销售,她指的是我们可能在研发助听器这个事情上面成功了一小步,我们真的可以可能帮助到听障人士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从开始抱着玩的心态创业,到现在的一发不可收拾。 像小婷说,她并没有多么伟大的愿景,她只想通过助听器作为一个切入点,背靠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优势,为听障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 其实我们未来规划里面的话,也想去做一个无障碍的社区。 因为经过我们做助听器沉淀下来的数据,就是这些一些很真实的参征的数据,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无障碍的社区。 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很大程度地去帮助政府去做一个无障碍的社区建设。 其实的话就是从点到面去推进这个无障碍的社会发展。 而对于自己创业的起点,之所以选择在广州南沙。 像小婷则表示,南沙的发展前景、政策和鼓励创业的氛围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有志来广州创业的港澳台青年有所启迪, 鼓励他们抓住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 如果港澳台的青年想要来大湾区某个城市,或者说来内地去创业的话呢, 首先一定要做好调研,就不要冲动,真的不要冲动。 就先决定好你想创业的那个事情或者行业是哪些。 然后先调研好,当然去哪个城市是适合这样的行业去发展的。 而且你先做好前期的调研的话,也会提高你可能创业的成功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零件、 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